第18題如圖在光滑軌道上 依無動力玩具車 由起點出發下列何者正確 不考慮摩擦阻力 因為不考慮摩擦阻力 只受重力作用 所以重力未能跟動能的總和為定值 也就是力學能會守恆 我們曉得重力未能公是U等MGH 所以對於相同的物體而言 高度如果越高 他的重力未能就會越大 而動能公式是K等於2分之1MV平方 所以對相同東西而言 動能如果越大 速度就會越快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Y跟丙 他們在相同的高度 也就是他們的重力未能是相同 那因為力學能守恆 所以他們動能也相同 因為動能相同 所以他們的速度會一樣快 所以選項B是錯的 我們看到丙的位置跟丁來看 丙的位置比較低 因此他的重力未能會比較小 所以選項C也是錯的 我們看到甲跟Y 甲比較高 因此他的重力未能會比較大 所以選項豬也是錯的 而我們看到丙的位置是最低 所以他的重力未能會最小 所以他的動能會最大 因此他的速度會最快 所以選項A是對的 所以第18題問我們說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滑車載疑點的動能大於Y點 好